晚上好 欢迎收看9月26号晚间的百革大事迹 马上来关注今天几则的重要新闻 中国驻马大使黄慧康昨天寻访了磁场街 结果今天却引来外交部在下周一准备传照黄慧康 要求他解释在寻访磁场街之后所发表的谈话 黄慧康昨天发表的言论中说到 中国政府在国际关系中历来奉行不干预别国内政 不介入他国内部事务 但对于侵犯中国国家利益 侵犯中国公民和企业的合法权益 损害中国与所在所的友好关系的不法行径 绝对不会坐视不理 根据英文新报报道 外交部严正看待黄慧康的言论 因为对方谈及恐怖主义 以及违反中国利益的课题 存有干预我国内部事务的嫌疑 而马华署理总会长魏嘉祥 对于外交部的处理手法感到突然 他认为一定要看望黄慧康大使 发表言论的全文 绝对不能出现断章取义 职场街因为巫统大港区部主席加玛 引发骚乱的一席话 造成警方今天一找劳师动众 派出了大约百名的警察 在职场街一带站岗助手以防万一 职场街的商贩 也因为昨天加玛被捕之后 今天恢复了开档做生意的信心 几乎有百分之九十的档口在营业 而一天下来呢 此场街也风平浪静 游客和人潮络绎不绝 对此其中波小贩工会主席洪西蒂说 各族之间本来是和谐相处 因此呢要严厉惩处那百分之一的支持者 不过招惹诸多试专的加码 截至今天下午两点呢 警方还没有向推示申请延扣加码 如果没有申请延扣 或者是延扣被拒绝的话 警方必须在今天晚上九点之前释放他 来看一下一则新闻 三名怀疑准备策划 袭击阿罗街等地区的恐怖分子 前天傍晚遭到警方逮捕 他们分别是本地巫医 印尼和叙利亚人 而根据新海峡时报透露 这三名恐怖分子可能和基地组织有关联 因为呢在落网嫌犯的住家 起获了一些基地组织有关的书籍 不过对于以上的说法 全国政治部防空组助理总监阿玉汉表示 警方还在调查嫌犯背景 现在无法确认他们是隶属哪一个武装组织 来看下一则新闻 在柔佛永平发生一起宰杀牛枝 所导致的夺命意外 48岁的男子舒哈多 在参与哈支节宰生活动的时候呢 因为遭割警而奄奄一息的牛枝 突然发狂起身 同时撞飞宗教司手中的八冷刀 导致舒哈多被废赖的刀砍中了左手 在受往医院抢救之后 仍然撕血过多毕命 来看最后的是国际新闻 上个月在泰国曼谷知名旅游圣帝四面佛 制造爆炸案的黄一嫌犯 泰国警方今天透露爆炸案发生之后 第一个被逮捕的男子卡拉达 证实就是炸弹客 卡拉达也向泰国警方承认 自己就是黄一人 不过早前泰国警方否认卡拉达是炸弹客 如今又改口了另外届哗然 因此泰国警方坦诚 目前还需要收集更多的证据 以证明卡拉达就释放炸弹的凶徒 那今天的大事记到此结束 谢谢您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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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